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今天是清明节,也是故总统蒋介石逝世43周年纪念日,不过,慈胡林寝228当天遭婆妻后风源至今,前总统马英九上午7时56分驱车进入林寝夜灵外,也是桃园市大西区退伍军人协会理事长的市议员杨朝伟,上午也带领干部20多人。 在慈胡林寝外的台楼前献花,表达追思之意。 杨朝伟表示,每一年大西区退伍军人协会都会在清明节包车前往慈胡叶灵,今年虽因风源而无法开放,协会仍亦如既往前往叶灵。 杨朝伟还说,泼妻事件过后,慈胡林寝所在位置已经恢复原状,但一直不开放,游客逛慈胡只能到游客服务中心或到梁讲公园走走,后慈胡导览路线从过百级隧道下车走进去还看不到林寝门口,就要原路折返。 他希望林寝能早日重新开放,以带动慈胡的观光。